一次性连体衣,3M口罩,两层橡胶手套 将远穿戴整齐,来到解剖室的时候,李珍看着都惊呆了 像是看到一个行走的包裹岩石的尸体一般 我做高度腐败的尸体,也就穿个一次性的防护服 李珍道,你们住台县也太富了吧 一次性的连体衣就是口罩时期大白们穿的衣服 采购借总要上百块一套,穿着舒服且保护力极强 跟一次性的防护服比,一次性的连体依旧像是被105名撞汉保护 满身大汉,安全感爆棚 而一次性防护服相当于是被孙二娘贴身保护 因为领导很少上解剖台,所以采购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采购一次性的防护服为主 只有在领导愿意上前线的情况下 有的单位才会少量的采购一次性连体衣,给领导上前线的时候用 江远戴着过滤式的口罩,声音闷闷的道 这是我自己买的,前两天网购的 自己花钱买的 对 为什么 李珍满脸不解 江远嫌弃的看他一眼,道 不想湿水沾到身上 沾上就沾上败,沾上有什么关系 李珍说着一停,小心翼翼的问,谈恋爱了 江远也被问得一呆 李珍忙道,谈恋爱你早说啊 他一边说还一边想把江远推开 不过江远这个年轻人,还是有点强壮的 比他这个阴侧侧的老麦法医壮多,没推动 这尸体还是我来搞吧 唉,咱们当法医的,谈恋爱确实是不容易 想当年,我谈恋爱那会也是 一天到晚的洗澡啊 生怕人家给闻到啥了 心里不舒服 就因为咱这个职业 亲戚给介绍的姑娘,好几个都分了 心里接受不了 说着说着,他忽然缅怀起来了 相亲的时候,我还遇到一个特好看的姑娘 当时正好还遇到葛律师 都是我师父上手做活 尽量不让我搭手 最后还是吹了 我穿好了,没关系 江远亮了一下自己的手套 没有解释自己是单身狗,手素快 李珍又注意到,居然是两层橡胶的 真奢侈啊 他自己最里面戴的是塑料的 也就是类似吃小龙虾的手套 便宜,还有点小食用 就是不舒服 我还多拿了两盒在柜子里放着 您要用,直接抽就行 江远道 用不着 一次性的东西 哪里舍得用这么贵的 再有钱的人 也不可能这么花啊 李珍摇头 江远忍不住一乐 道 有些奢侈品的衣服就是一次性的 衣服裤子都不能过水 穿一次就扔的那种 像是Gucci做的的泳衣和雨伞都是不能沾水的 李珍道 呸,那应该请他们来做防护服 江远点头 他们在做的 Prada Gucci都有做防护服和口罩 奢侈品的价格吗 当然,一个口罩都能卖一千多 有时候,我真想拆及格稿奢侈品的人脑子 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啥 研究研究他们在想什么 李珍戴好了手套 搓搓手 道,咱就是地方太偏了 也不是啥旅游圣地 不能吸引这些稿设计的人来 否则啊 江远在他说话的时间 已经按照顺序 摆起了骨头 摆骨化的尸体 在做收集的时候要记录 摆放的时候更要按照顺序 尤其是像这种有墓穴的土埋尸体 人死的时候 骨头还是正常排列的 那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把骨头收起来 就已经减轻了摆胎的主要负担了 稍微需要注意一些的 也就是小骨头的位置 比如舌骨 手骨之类的 都是又小又重要的存在 像是舌骨 要是有折断那就最好 说明死亡原因很可能是饿死的 也就是官方的机械性窒息 手骨在失去了筋膜的勾连之后 也会碎成27块骨头 两只手共计54块 在肌肉和软组织都消失以后 手部是否有防御伤 就只能看骨头的表现了 摆骨头像是拼图一样 强迫症可能看了会很舒爽 江远一边摆骨头 顺便也就将骨头给检查了 旁边的李真法医也顺手帮忙 还时不时跟江远闲聊两句 他神态很平静 一个法医见过太多尸体 就像是一个老师见过太多学生一样 平静 如果是一具新鲜的尸体 那他少不得要帮忙翻来翻去的 这里的翻来翻去 可不是什么形容 而是真实的工作内容 而且是很沉重的一项工作 做法医的 面对一具尸体 必然要将它翻来翻去好几次 就是字面上的把尸体翻过来 翻过去 翻过来 翻过去 像是尖弹一样 但是尸体很重 可能像是翻鸵鸟蛋 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人死了会变得沉重 但为了检查背部 也是为了看尸僵 看血流等方面的情况 又不得不反复多次的翻动 从这一点来说 女法医或者年纪大的法医 在工作的时候是真的 又苦又累 单单是翻尸体这一项工作 就够呛 现在只是骨头就简单了 又都是编号好的 李珍帮着第一地 摆一摆 一会就放好了 尸体摆好 莫名其时还有一种亲切感 江远并不害怕 孙静怡摆好了 是他吗 李珍甚至都懒得自己看 他已经见识过江远 在法医人类学方面的造诣了 不仅不想献丑 甚至懒得耗费脑力 对于这具尸体 江远也用不着消耗多少脑力 他去之前就已经看了相关资料 剪骨头的时候就做了比较 这会儿着重验证一番 到基本可以确定是孙静怡 孙静怡有一次小腿骨折 是去旅游的时候起码摔断的 你看尸体的左前进骨 这个伤痕就是摔断的地方 李珍看后点头 道不是巧合的话 是可以确定了 我让家属把X光片翻拍了以后发给我的 我找一下手机 江远说着就要摘手套 等等 李珍大喊一声 说着就拉开门喊 小王 小王你来帮忙按一下手机 回过头来 李珍对江远郑重其事的道 你用的橡胶手套都是3M的吧 这你舍得为了看一下手机摘掉 我要用你这么好的手套 我洗干净回家搂着老婆睡觉 江远挑眉 还以为李法医没有老婆呢 所以后来还是找到了吗 他无奈道 不至于 至于 怎么不至于 我们当年用的橡胶避孕套都是洗洗在用的 那玩意比你的手套都厚你知道不 既不够硬的都能给你掐回去 李珍呼呼的喘气 现在条件好了 那也不能这么浪费 这手套多费橡胶啊 我再做一次检查 江远非常服气的回到解剖台 剪着骨头 一根根的看 已充分的利用好这两副橡胶手套 不过 除了颈骨以外 也确实没有新的发现了 白骨化的尸骨 与新鲜的尸体 毕竟有很大的区别 正常的法医对正常的新鲜尸体做病理学检查 极少会有阴性结论的 也就是说 法医基本都能找到死因 但是 白骨化的尸骨 找不到死因是很正常的 包括眼前的孙静怡的尸体 也没有哪块骨头能够提供证据 以明确死因 尸体先到这里 我们看看随身物品 江远再次征询李真的意见 随你 李真应了之后 又道 要不要休息休息 你都跑一天了 先看一遍 再决定休息不休息吧 江远也是有些累了 但跑了这么远到狼骨线来 还在老猎道上受了那么多的苦 为的就是这个案子 此时休息 他更觉得不划算 李真于是陪着他将骨头放回到 匣子里 江远依旧是按照顺序剪骨头 剪到了颅骨的时候 一只亮晶晶的团子滚入了手中 孙静怡的遗则 素描 LV2 素描是孙静怡练习最久的技能 他一度想要借此来考取大学 后来发现艺术生的考试同样严苛 他也未能考取 但是日常还是喜欢画画 他喜欢和朋友一起去山中写生 他很热爱生活 他的素描虽然水平不高 但是作品让人感觉亲切平和 江远愣了一下 尤其是听到亲切平和几个字 莫名有些难受 他心中默默地感谢了孙静怡 抬手 轻轻地帮他合上了骨头和盖子 左轻转地上 6个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